你 回来了 回来了 还没吃吧 我给你做了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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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坐吧啊 身体刚好 我回来就跟你说一声 这段日子我去 张晓彤家住两天 家里住得好好的 干吗是人晓彤家住啊 这不办点事吗 早出晚归的 怕影响你休息过不是 你是有什么事 瞒着我的吧 我能有什么事瞒你啊 妈 我先放肚子里 病刚好 都注意休息 还有那个 工地上经常少去 好 那行 我走了 有事给我打电话 你等等 杨阳 你这从小长到大 都是孝敬父母 听话的好孩子 所以在外面 不管干什么事情 都是要有原则的 不许干坏事 是 要是受到什么委屈 回来跟妈说 妈会给你做主的 知道了吗 给我打电话 好 是的 没什么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人跑哪儿去了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你订阅了订阅 那段期间 我爸做生意欠了一屁股债 后来他死了 这些债只能我跟我妈来还 还债那段日子里 每天晚上辱骂声 敲门声 恐吓声 不群入耳 可是没想到 在我人生中最低谷的时候 陈一帆出现在了我的生命里 他就像一个天使一样温暖着我 保护着我 帮助着我 他帮我还债 你知道我爸欠了多少钱吗 天文数字 原来我想都不敢想 但是 我这个儿子替老爸 把债务都还清了 他也能安心了 我也会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感谢 你能接受我们的采访 其实应该是我谢谢你们才对 其实有句话 我一直别在心里 那正好可以借着今天这个机会 对着镜头说两句 根本不跟你说了啊 我要歇手 你怎么来了 不是 你要干嘛呀你 不是 你要干嘛呀 真当自己不当外人啊 怎么了 怎么肿啊这是 你被人给打了 来 让我看看 让你在媒体上胡说八道 有家都回不了了 到底是为什么呀 你跟我说说啊 你说话呀 别让我着急 你说你这是图什么呀 每次都是这样 出了事就往我这跑 我得乘你家病态所了 什么事也不跟我说 你还拿我当你兄弟吗 行了 赶紧洗个日水澡 一会儿把沙发收拾到 你睡那儿啊 我给你拿了一点药 你先擦擦摸摸摸摸 喝过去吧 喝过去吧 你不要乱点 你干嘛 别再做到吧 你都不要啊 你干嘛 你都干嘛 你还要转啊 你又不得了 你还要不得了 你 Until便是 她还要干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